然后的话呢 这个在 在trial的里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写trial的里边 extense react.component 然后这写完了以后呢 我们首先这是constructor props 然后是super props 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那么我们 我们现在其实来讲呢 作为这个什么的话呢 那么作为child里边 我们先把它传进来 就是说先把框件拉起来 我们先走render 这里呢 我们先concert.log 告诉你渲染了 好 我告诉你渲染了以后呢 那么底下我return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先return这个id就完了 我先看看这个整个代码能不能跑起来 跑起来以后 一会儿底下东西我们再加 好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 第五 然后这个地方给个h2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 叫做id 是this 点什么props 这是他传进来的那个属性吗 点id ok 那么他在这儿 render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底下呢 我们直接是react dom 点render paren 然后是document.get element element byid 货弧 PPPB 看一下啊 能不能跑起来 这个呢 OK 这个它未来会那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调入一个叫live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有live这个东西吗 没有 这个地方的是这样 我们现在这个view in browser 给大家打开 你注意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呀 这是这是file 这个东西和哪个没区别啊 和我直接打开这个文件夹在底下双击这个.html 没区别 它并不是跑在一个服务器上的 所以一会儿来讲 如果我get的数据的时候会有问题啊 所以在这呢 我要去安装另外一个东西 在这呢 我们搜索有一个叫live的东西 LIV 这有一个呃 看一下叫live server OK 那我们选择这个live server 选择install 正在安装 好 install完了 这是再选完了以后 在在这这个地方右键 我们会看 就open with live server 而不是view in browser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选这个 选这个以后你会看哈 它启动的是127.0.0.1 然后它有一个端口号是五千五百 然后是003.008.html 能理解吧 好 我们把它放放大一点 这个上面这是负 这是负 parent 这个是子 对吧 这是child 好 我们这么做 现在这个是OK的吧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ID是 呃 妥妥的能够给进来 没有问题 好 然后这个ID 妥妥的能够给进来 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做一件底下 就是说基于ID 去呃 去漏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要写child的部分 如果写child的部分 如果写child的部分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地方 放这个数据 就是我们拿进来以后 要放这个数据 这个地方 我们要写一个state点 因为ID 我们不用存 ID就存在proper 里就好了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存一个name 对吧 啊 这神鬼 然后我们存一个age 对吧 age的话 他其实 因为我又不想 我又不想那什么 做加填法 这里面 我就只想显示 好 只想显示的话 那OK 我就放下字幕传 完了 咱们就是呃 怎么简单 怎么来 然后这个做完了以后 呢底下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去读数据 我们什么时候 去读数据 大家想一下 其实来讲啊 就是ID 在给进来的时候 在render的时候 首先这儿呢 我们先把这儿弄出来啊 这是比如说 这是p 这是p 然后这是 比如用户名 这个我们 这都好写的东西啊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着了 state.name 加一个横线 然后是年龄 少一点 this.state.h OK 我们在这儿直接显示它 对吧 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时候 去 把这个 去把这个处数画出来 现在这里啥都没有 那么我们回去看一下 这个时间点应该在哪呢 这个时间点应该在 第一次 因为 runder 你一上来 一定会调用一次runder 这次runder 在well mount它的时候 然后呢 第二次呢 如果以后 你的ID再改的时候 你是因为props改动 props改动以后 你在这儿下来以后 会再运行runder 所以理论上 你需要在两个 勾子函数的地方去写 但是呢 我们先在第一个 勾子函数的地方去写 也就是说 你在第一个 这个勾子函数 这块要写 就是component 啊 叫做component 是在 我们在第一个棒堂上写吧 那么在这个事件上 他要mount D的mount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他要干嘛 他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给他打印一行 log 我们可以在这儿说 这是 这是在D的mount里 在mount的位置 然后加上什么 啊 或者这样 啊 this.props.id 那么这个id 给你打出来 然后在这儿 我们要开始干嘛 我们要开始去取那个文件 并且把东西set进去 我取出来那个东西 是什么 首先 我取出来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 里面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吗 所以来讲 在这里边 我怎么取 我们用es6的 我们用fetch了啊 这个fetch里边 首先我要拼一个字符串出来 这个字符串是什么 data pr data 然后这里是什么 dollar this.trops.id 对吗 把这个拼 拼完了以后 这是.txt 对吗 我们就去get fetch它 fetch它完了以后 d对吗 d的话 后面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d完了以后 后面是一个响应函数 对吗 所以这个响应函数 应该是 返回一个res 对吗 等号 大于号 然后它会底下有一段 要操作它的代码 对吗 这个是 它相当于一个function 就是 但是等待这个回调 回调的时候 res会 它会返回res 然后是function 给一个参数 res 后面是函数体 对吗 然后这里边是 res.json json的读的时候 它又是一个 d对吗 这个d又是一个函数 对吗 那么它后面的东西 是个data 对吗 这些都是一步的 那么data 等于大约号 然后后面是什么 后面又是一个函数体 这个函数体 再打 再回来 是this.set state setstate 什么东西 把data放进去 对吗 有点乱啊 但是 但是它这么一setstate 以后 这个东西 就直接能进去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运行 咦 好像有错 看一下 呃 fail to load the resource the server 是放出 哪个东西找不到 看看 003data 啊 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样 这样能得到 cannot load 哎 等会 我为什么说 呃 拿不到这个东西呢 this 啊 嗯 啊 我好像我我好像又又又犯傻了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为什么是那什么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大口号 好 呃 啊 不是这个 好 抓一下 现在我们看已经能拿到张三的这个什么东西 年龄是18了 已经能拿到了 没有问题 因为他来讲呢 他在这运行一次 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说 他在这块 就是去 系统上去读 读完了以后呢 然后把它渲染到这个东西上 OK了